小童水开了吗 马上 等一下我现在特别想尝一口 好吃吗 酸甜甜的好吃 这可以先吃一个 能吃泡椒吧 我给你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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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哇 好吃 我得试一下 这个不太甜 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 这个可以来 这个是米红桃 米红桃 来 来 来 萝卜脆片 有胡萝卜 青萝卜 黄萝卜 都有 感觉午饭吃饱了 感觉 这有点眼熟 差点酱 差点酱 来点酱 哇 哇 哎呦 哎呦 去哪啊 我们去哪里 下一站就是看一个第七代的科技化大鹏 第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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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晴天必须算 对 你们看到这一路 你们看这其实对自己应该是有一些的 帮助 帮助 不想 嗯 我想对大鹏一定要是那种先进科技化一点 真的就是 喷灌系统要弄的一件事 我想搭一个只要 每一个保证每一盆盆栽都能够得到充足的一样的水分 APP监控 对APP监控的东西 不感觉后面咱们在弄得把现代科技和互联网都用起来 对 那你们大鹏里养什么种什么 第一季其实很想种水果 但是因为我们土地其实是不允许种水果的 所以是个遗憾 还有果树的原因 第一年不结果 果树是越种越好 前面的没效益 哥 我有个特别想做的 太空培育 我想上去 你想去乐球 先给我培育 让我飞行员培练两年 然后给我送上去 第二季结束 我有个梦想 就是当时 我不是去过那个商超一次吗 当时又看见那个商家上有很多琳琅满目 各个农业公司的产品 当时我就希望有一个角落里面 有个十个晴天 可能全有十个晴天的西红柿 十个晴天的黄瓜 十个晴天的生产 或十个晴天的肉 全都是十个晴天的东西 会有一个角落 你们第二季要不要开一个小超市 行 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在杭州的话 可以源源不但提供货 说实在的 我觉得我们第二 我觉得我们 我们后面真的可以招人了 就是我们真的得开始招员工 就我自己干菜那啥了 以后就开始找一拖石 真的就按刚才说的 一个人自己去选十个人 主要想队伍强大的人 喊大哥的人多一点 哇 哇 哎你想如果如果说哪天 礼拜一早上九点钟 后走门一百个人 大哥一就来大哥好 哈哈 哈哈哈哈 二哥未来对大鹏有什么规划啊 未来对大鹏啊 一定要是那种先进科技化一点 我倒有个想法 咱们可以把它回去还 僵然八经的就是 学着他们这个技术 然后回去搭两个棚 一个棚用来就是批量的产值 用来售卖 另外一个棚就不搭那么大 搭一个中小型的 然后请一些农业方面的专家 或者老师们过来一起 我们十个晴天的一些想法 然后研发一些新的产品 咱们育种 对 新的种子啊这些 对对对 反正是实验相当于一个实验棚 这个棚就长线的一直用下去 对对对相当于一个研发基地了 可以说是 其实我们还想有一个 属于十个晴天的一个 小小小菜棚一样的 就是我们可以有不断的产出 就放在那边 每天会提供新鲜的蔬菜 谁来去买 种类我们可以不用太多 大概两三种 然后就用我们水培技术放在那里 因为它速度比较快 我们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 那我们那个 要不要把那个有机的那个认证 先赶紧申请下来 因为这次感觉卖东西 其实在有机上面 吃的挺大亏的 我觉得咱先不要 就是把一个种类抠 抠到极致 我觉得把种类先给扩开 是的 咱可以就寻求一个共生点吗 就是比如说这个菜和哪个鱼啊 或者是鱼菜共生 你就我们去了任何一个地方参观 不是他都有个那个宣传牌吗 他都说我们的这个是什么的肥 到了哪儿 咱可以其实研发一个 咱们自己十个勤天的一个知识体系 跟王爷爷一样 咱们也去周围推广一下 帮助大家 也是亩产那个价值提供 对对对对 我们就像一直到别的地方去学习 到时候我让他们来 我们就学习 因地制宜嘛 太牛了 王爷爷 太牛了 真的 好伟大 真的好伟大 推动中国农业 对 因为今天上午他本 因为正好是早上起床之后 身体不太舒服 就打算不就不来了 但是也听说你们是年轻的新农人 所以又临时又来了 我真心其实真真厉害 挺硬了 看着看着像七十最多 对对对对 反正那个疑惑解决了 就我问路上 这个盆里面不热吗 一直盖着 这里面真的不热吗 我看他遮的黑部不是更热了 应该是应该是盖着 应该是打着空调或啥 说不定里面人家是空调 里面就觉得冷 空调然后然后它保温 其实是冰窖 对其实是冷的 然后不是说那是杀毒 高温杀菌 对那个我还挺震撼的 因为完全不知道 我以为是里面开了冷空调 他也在把我问 对就这一段时间 那个大鹏就不会利用 休息 其实养土地这个时候就是 休息 话说又是个少年 一鸽子的家乡为目的地 谨兴游选 第一站来到了小同的故乡 请到 消防手和大家 一起节奏小同记忆里的请到吧 这次来到京岛游学时间比较赶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小福州可以帮帮打卡的 你能干好吗 咋不能干 没买栋楼 那个反正两个来一样的 你看看你把手护手护 啊我 嗯 那推荐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好吃的太多了 那千岛有个字叫野馄饨 好玩的呢 有一个答案 嗯 那就是 依序 小同推荐的野馄的店 打卡成功 带北吃上 虽然说我们没吃上馄饨啊 但是现在要去小同说的那个 非常非常神秘的地方 就是这里啦 这里是赵小同的小学 他记忆里最好玩的 就是在小学放学后 在附近玩摔卡一部戏 我有一张图 现在我们顺着这个图 去找一下这个景感 我想问他这个位置 你们有没有印象是哪里 这不就是这儿吧 行 小同的一部戏上塔坡 我有纸牌 你能教我一下 先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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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好 好 就等明天啦 第三页 今天 我们来这里一决高下吧 哎呦 不知过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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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再上来 哎呀 这地儿好 三 二 哎呦 一比一 来决战啊 一次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别说 喂 哎 输给我了大花 你不仅赢得了游戏 还有给你准备的青岛回忆 大家 哎呦 这些都在你学校门口的小蛮不厉害的 这个 泡奶吃 无敌 沙包 不是 是沙包啊 这个挺好吃 哎呀 可以用心了 用心了 这个比较正正规啊 这个 你看为什么是钢笔 因为你用钢笔的时候 就是已经是三年级 就是非常正规的 有自己的想法的一个小朋友了 然后配上这个作业本 可以好好学习 哎呦 谢谢叔子 那个我一会儿给你找个保安符 你今天就跟着我们吧 不是 我为什么开保安符这儿啊 你游一会儿 我为什么不拍的 没有人好吗